8月25日郭德纲带领着一众徒弟在天津德云社举行了电影《粉末江湖》的开机仪式 不少网友表示期待已久的年代大戏终于要开拍了 从现场网友路透视频来看 演员阵容主要以德云社演员为主 秦潇贤居静依为主演而张赫伦饰演算命先生 不得不说真的很敬业 大热天的穿这么厚的衣服真是辛苦了 从路透视频中网友也发现了傻琴的人设还真是没变 刚一出场就被张赫伦饰演的算命先生把钱骗走了 在剧中秦潇贤好像饰演的是一位追星的文艺青年 因为没有得到明星的签名而感到沮丧 而饰演张赫伦的算命先生上前开导 剧中的秦潇贤还没有说几句就被张赫伦把钱骗走了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表示 期待兄弟重出江湖张赫伦真是演什么像什么 算卦先生算的一定准 不得不说看到秦潇贤文艺帅气的样子就让不少网友期待 而且不但在剧中傻傻的就连开机仪式后连车都上错了 有网友在现场拍到了秦潇贤上错车的视频 得知上错车的秦潇贤匆忙的换了下一辆车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表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已经习惯了 不得不说单单看到秦潇贤和张赫伦的路透 就已经让大家期待不已 据悉除了秦潇贤张赫伦之外 德云社 于谦 岳云鹏 孟克堂 杨九郎 杨赫通等人 也将加盟 粉墨江湖 如此豪华的阵容也不得不让大家期待 而在德云社烂篇的口碑中 不少网友也相信郭德纲一定会创造出奇迹 毕竟在斗笑社第三期中的民国悬疑电影 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评 相信这一次德云社也不会让大家失望